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美国最年轻的准将 西点军校最年轻的校长 美国陆军历史上最年轻的陆军参谋长 堪称美国战争史上的起财 麦克阿瑟 麦克阿瑟一一生战绩标柄 荣誉无数 1917年 他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因为作战勇敢和指挥友方 1918年被升任为旅长 同年6月26日 再次晋升 临时军衔被授予美国陆军准将 1919年6月 麦克阿瑟被任命为西点军校校长 此时他才39岁 成为西点军校创校以来最年轻的校长 1941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麦克阿瑟被召回军中 担任美国远东军总司令 7月 晋升为中将 1943年 被任命为盟军西南太平洋战区总司令 负责对日作战 1944年 晋升为陆军武兴上将 1945年8月15日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麦克阿瑟作为同盟国代表 在投降书上签字受降 麦克阿瑟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受降 说过麦克阿瑟的军旅生涯到此结束的话 那简直堪称完美 辉煌不比 不过不幸的是 他又参加并指挥了朝鲜战争 而这场战争却给他的军事生涯 带来了最大的一场失败 1950年6月25日 朝鲜战争爆发 美国为了彰显自己远东大哥的身份 组织了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 一人出兵帮助韩国 并由麦克阿瑟出任联军总司令 起初 麦克阿瑟顺风顺水 凭借着优势兵力和精良装备 节节胜利 并不顾中国的多次警告 盼然越过北纬38度线 将战火烧到了中国边疆 压力将叛 10月8日 英朝鲜请求中国组织志愿军出征朝鲜 由彭德怀元帅任司令员兼政委 志愿军跨过鸭路将志愿军入朝后 很快投入战斗 10月25日至11月5日 志愿军在朝鲜人民的配合下 将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驱逐到了青川江以南 稳定了朝鲜局势 间谍1.5万人 11月7日至12月24日 志愿军将联合国军用之预定地区后 立即出其不意地发动反击 再次击败迈克阿瑟的联合国军 迫使其放弃平壤 圆山 退至三八线以南 此次战役 志愿军坚敌3.6万余人 12月31日至4年1月8日 志愿军突破三八线对联合国军发起全线进攻 占领韩国首都汉城金首尔 坚敌1.9万余人 志愿军战士在战场上 痛间敌人志愿军入朝后的三次战役取得全胜 总共兼敌约7万人 将迈克阿瑟完全打猛了 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 迈克阿瑟竟然耍起了赖皮 多次向美国提议对中国发起攻击 如大规模轰炸东北 动用原子弹轰炸东南沿海大城市等 试图想对付日本那样来取得胜利 不过这些耍赖的行为却很容易造成第三次世界大战甚至引爆核展 考虑到其毁灭性 迈克阿瑟这些疯狂的提议 都都为杜鲁门一一驳回 迈克阿瑟与杜鲁门图片描述由此 迈克阿瑟与杜鲁门产生了很多意见上的冲突 最终迈克阿瑟被杜鲁门免去最高司令官职务 以失败的方式 退出了自己的军旅生涯 1964年4月5日 迈克阿瑟在乌尔特里德陆军医院 因胆结实去世 享年84岁 恐怕至死他都没明白 小米家步枪的志愿军 为什么就能够打败他手中装备精良 攻击充足的王牌军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